而在8月1号原住民族日这一天 花铃市公所是非常热闹 云民客同仁身穿传统服饰 还有足语老师在现场和民众进行有奖侦达互动 大堆的都可以获得一个精美的原住民手作零钱包 市长魏佳燕和竹蜜欧美华也挑战问答 希望能够透过游戏来加深大家对原住民族日缘由的深刻印象 8月1号走进花铃市公所 可以感受到明显的欢乐气氛 不只有公所同仁身穿传统族服 还有许多精彩的木雕作品展示在公所的一楼空间 门口接待处还有看板介绍原住民族日的由来 几位竹语老师也在现场和民众进行有奖侦达 让大家了解原住民族日的意涵 今天是我们的原住民族日 也通过真名的一个运动 在25年前由李贤总统颁布了 我们今天是纪念原住民族日 8月1号 在华联市公所 上个礼拜一直到铁道 我们都举办了一系列 包括封年祭 我们有两个部落先行 为今年的封年祭 然后揭开帷幕 还有在铁道 我们也有举办原住民的市集 今天特别在市公所有办理这样一系列的小活动 那就是我们有一些语言的推广 那还有手作的一些目标 那借此介绍我们原住民族的一些布论传统的一些记忆 那也希望我们市民朋友来到公所办理一些相关业务的时候 也可以到这边走走看看 那可以领取一些 只要有奖侦达答对了就可以领取一些小礼物小礼品 市长威家彦和主委秘书欧美华也亲自挑战有奖侦达 两个人都迅速的说出正确答案 并且拿到精美小礼物 还拍照打卡上传 吸引更多民众一起来参加 圆明课的同仁也唱着歌谣带动现场气氛 欢喜庆祝8月1号援助民族日 介绍会欢师报道